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6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大家都很期望1月8日的通關 今天6日 8日是星期日 今天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在做事 有一個 八字 真言 叫做中出康城 通關值費 現在 有一個在康城的業主 虧了600萬也要沽樓 而且 他還是香港人 在大陸住 現在 即時知道 有人買了 趕快沽 我們把這件事說出來 其實我們早就警告過大家 通關 不要以為有一車車的大陸人來買樓 反過來 是有一車一車的大陸人來沽樓 為甚麼 因為 他在上面的谷種都吃光了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在上面 比這裏更慘 你覺得 他不沽樓 上面可以生存嗎 所以 那些地產代理 騙人的說話 大家千萬不要讓他們誤導 大陸三年 三年的風法 基本上經濟含於破產 每天有4萬間企業倒閉 你的錢在大陸的人 你覺得他一樣受得住嗎 如果是普通做生意的 一早就破產了 大貪官沒有所謂 但是 另一個問題 大貪官也會根據這個說法 香港已經跟大陸一樣普通城市 有了國安法 他的錢在香港也不在安全 馬上沽了香港層樓 買美國也好 買英國也好 買日本也好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是中出即飛 中港開關 大陸人可以出外 他們立即會 狂沽香港 沽完之後 拿錢遠走告票 所以叫做中出即飛 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則新聞 跟大家看一看 日出康城 受中港通關刺激 區內二手氣氛頓時注入動力 有人同景北水南下買港樓 也有業主 趕賣樓回內地生活 正日已久的買賣需求一足即發 然而 賣樓業主不惜競蝕600萬離場 情況未必如代理預期一帆風順 中原地產表示 市場最新錄得一宗 日出康城 進海城郊 單位是2B座高層A室 實用面積1066平方呎 採取四房 套房間隔 四房一套 另設工人套房 再向西南方 在優質 海景 這個單位最初開價是2600萬 現在大減930萬或36% 最終1670萬成交 折合慎陽斜價15666元 這個業主打算賣樓搬回內地生活 所以大幅減價套現 代理說這個業主在2017年11月 2236萬買入 次貨五年多 賬面要是 566萬 而且還要當時給你引 你引多少錢 如果你是首置的 那裏2200多萬也要乘100萬美印 所以這次是虧了600多萬 據了解 屋苑對上一宗同類成交是去年9月 實用1058平方呎的單位2A座高層 以1880萬役手 只合實用赤界17769 17769 即是現在 低了2000元呎 10多個百分比 好了 這單成交其實可以反映甚麼呢 反映是一個問題 就是 在大陸需要用錢 大家知不知道 大陸這三年來 人民生活是怎麼過的 做生意的幾乎九成破產 做甚麼生意都破產 除了你是習近平家族的人 賣口罩 做核酸 還有 賣疫苗的 最近有個新發財 就是賣棺材 還有做墳化露 殯儀館 最近有新發財 如果你不是上述幾種職業 你在大陸 其實也是 很糟糕收場 通常的錢都沒有了 既然沒有了錢 他們唯一的途徑是甚麼呢 就是賣出一些可賣出的資產 大陸樓賣不出 只能夠靠香港 所以我認為通關之後 香港樓市的沽壓 只會更加吵 不會更輕了 一定是更加多人要沽漏套現 是不是 中國通關有人出來執策東西 如果你們不出來執策東西 那些市民就更加糟糕了 好了 現在所以 我認為大家這節不要廣傳 不要讓藍絲知道 讓他們繼續 認同外面那種 通關之後是好事 真的呼籲大家千萬不要把這些廣傳給藍絲看 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如果知道這個真相 他們不出來買樓 那麼你們掛也沒有人接貨的嘛 你明白嗎 即是股票一樣 你掛了100元 如果 沒有了這些人 沒有了這些購買力 沒有掛盤 沒有掛盤的買盤的話 你們會沽給誰呢 現在 其實地產代理 其實我覺得也是公得無量 他們不斷唱好的樓市 實際上 就要等這群人出來做炮灰 陷進去擺牌 100元的 99.5元的 99.8元的 99.8元 99.6元 99.4元 99.2元 99.8元 89.8元 89.6元 一直掛盤 你如果沒有掛盤的牌 你一掛盤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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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要有這些人出來掛盤的牌 甚至乎勇押 100元0.2元 100元0.4元 好像 市要上升的勢頭 每個人都衝出來買 是不是 是這樣的 因為人很壞 每個人都不買的時候 不願意出手的時候 市場是3-4的 就這樣掉下去 沒有停的 現在 地產代理其實也到了 出來唱好的事 有很多需求 每個人都出來買樓 沒有人肯便宜賣的 你快點出來掛牌吧 每個人都出來買樓 形成的那個叫做 血肉長成 血肉長成 有人炮彈打過來 你也要有人擋的 如果沒有的話就用人手擋 哄多幾百個人出去擋住 起碼 都可以頂一會吧 所以 血肉長成就是這樣來了 所以 我都認為 我們有時候 我們的節目真的需要保密 當然我們的聽眾 現在集中了全部都是自己有的 這節真的不要傳給藍絲 千萬不要讓藍絲知道 讓他們 繼續去做這個 炮灰 繼續 做一個血肉長成 如果不是 沒有了他們 沒有購買力 如果不是 他們代你哄一哄 將軍澳 點了 1,600,000 啊 大佬 是不是 有海見 將軍澳 還在中出康城 是不是 所以 也是那句 中出即非 現在的內地業主 中港通關之後 他們 就會出境 去沽售他們的物業 之後 然後 就會 低價 即時 套現 套現金 就飛去外國 或者將資金帶走 所以叫做中出即非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你首先 對於樓市的了解 你要了解那個錢的樓鄉 香港人 還有錢的 的確是 但是大陸人跟香港人不同 大陸的底部沒有那麼厚 大量的業主 或者你拿了貨的人 其實他們會感覺到有兩個問題 你如果還有錢的 你會考慮一下 那些錢放在香港是否安全 第二 如果你本身沒有錢的 你根本就不存在賣樓 你一定要沽樓套現 所以 香港這一輪應該就會有大量的業主來沽樓 其實在大陸來說有的事情 很多大陸業主 他們一時間跟香港不熟 香港人很聰明的 他懂得 回到香港 我不是在香港 我也能夠處理 就是透過律師 塗樓要放出去 不過看樓有一個麻煩 最多你就把鑰匙寄去律師樓 我把鑰匙DHL寄去律師樓 你就幫我安排 放出來 有經紀看樓你就去看 你就自己去看樓 去律師樓者鑰匙 看完樓之後 有offer就還給律師樓 香港業主很聰明的 但是大陸業主未必每個都熟這個程序 所以他們是不知道的 變成了他們的沽樓真的要親身下來 所以通關 就會為他們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一直都強調 通關 就會加速他們來沽樓 三年了 在大陸什麼生意都沒有 什麼谷種都吃光 要賣的什麼都賣光了 有香港的樓可以吐染 如果好像 大陸人那樣 一個天罪有千多萬 趕快賣掉 還留在大陸 還留在香港 你想想 香港現在 說了這個開放之後 市面上是不是旺了很多呢 是 餐廳 自助餐 酒樓 又或者那些放題是旺了的 我朋友通常都說了 因為忍得太久了 但是 外面的消費有沒有好轉呢 零售市場有沒有好轉呢 其實沒有什麼 他們 據這個非正式統計 香港的12月 有十幾萬人出境 我想最少去日本有10萬人 最少有10萬人去日本 當然我10月份就率先過了日本 起碼不能跟人逼 也不用那麼冷 現在去 比較冷 不過是冷的風味 南方人可能喜歡看雪 不過下雪不是很差的 玩一下兩天就可以了 長期在冰天雪地 也不是很差的 所以 所以 我真的呼籲大家 這一節很小心保密 你就告訴他們 藍絲千萬不要讓他們聽到 真的 如果讓他們聽到 血肉長成 又少了一份子 不能少他們的 一個也不能少 如果他們 太多人知道這件事 他們就不去撐了 不去撐了 那你就扭估不出了 是不是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大家記住 我們 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Patreon 至於1月28日的黑池網罪 在片尾 會有短片介紹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 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罪 而今次的網罪呢 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講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去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